视频开始之前,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本期话题,俄乌局势似乎已经云开月明 北约公开承认乌克兰反攻失败 俄罗斯峰回路转,不仅扛过西方经济制裁 战场上也越打越自信 普京亲自签署总统令,批准增加国防开支 军费暴涨七成 随着冬季来临,俄乌战场的热度似乎也在慢慢冷却 尽管双方交火仍在继续,但局势正逐渐明朗起来 乌军战场陷入僵局,同盟支援热情降低 基辅政府忧心忡忡,甚至北约公开承认对俄反攻失败 这可能预示着双方冲突正走向尾声 然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似乎并未放弃警惕 亲自签署总统令,扩大国防开支,增加军费预算 11月27日,普京将预算计划草案签署为法律 正式批准增加军费开支 将财政的30%用于武装部队 更多资源被投放到对乌克兰的战争当中 对比2023年,明年整体军费开支将增加70% 并且俄方将收入目标定为35.1万亿卢布 同比计划增长22.3% 这也是因为高油价所带来的预期 此项预算计划已经得到俄罗斯议会批准 俄乌前线战争还在继续 增加军费似乎是正常行为 其实背后还有深层目的 首先,俄军目前在战场占据优势 但泽连斯基政府似乎并不想轻易结束此次战斗 普京扩大军费投入 可能也是为了给乌军一个明确信号 接下来将继续对战场投入资源 扩大攻势 这不仅会打击乌克兰的信心 可能也存有尽快结束战斗的意思 此前,乌军指挥官就爆料 战场推进并不顺利 装备差距过大 冬季来临,导致战场环境恶化 需要更多军事支持 更重要的是,士兵快打光了 并且泽连斯基也很强硬地表态 拒绝与俄罗斯和谈 所以,俄方增加军费 很可能就是对乌克兰施压 逼迫基辅政府做出选择 要么尽快结束战斗 要么继续对抗 其次,普京扩增军费 可能是为了防备北约 俄乌冲突爆发 有许多因素导致 北约的影响就是其中一部分 而俄罗斯也一直被其视为威胁 近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也表明了这点 他强调其中一个任务是 支持乌克兰 另一个是防止与俄罗斯全面冲突 这也是最重要的 可见,尽管北约同盟对乌军援持有疑虑 但是对其支持的立场不变 那俄乌战争就有长期持续的可能 并且防止与俄罗斯发生全面冲突 这也表明 北约内部存在继续与俄对抗的声音 所以普京扩充军费的目的 可能就是为了防备与北约全面冲突 最后,俄乌冲突与巴以局势 将影响世界格局的走向 普京扩增军费 可能是为了与美国更好的博弈 北约各国并不能完全统一立场 军事实力也难以对俄形成有效对抗 全面冲突的后果也无法承担 一旦俄罗斯赢得此次冲突的胜利 西方势力想在欧洲地区 继续对俄牵制将会更难 如果普京再布局中东 美国的军事地位可能会受到影响 也许就会导致新的冲突爆发 因此,扩充军费 保证军事实力 可能就是俄罗斯为与美博弈做准备 相较于俄罗斯的意气风发 北约则不得不面对现实 承认乌克兰反攻失败 11月28日 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彼得表示 乌军对俄的军事行动并未达到预期 反攻目标与希望都已破灭 战场始终无法发生变化 难以取得突破 虽然要保持谨慎的态度 但不得不承认反攻失败了 他还强调 大多数北约外长都认为 战场成果低于预期 乌克兰似乎已成为西方弃子 因为北约并不能亲自下场 与俄罗斯展开对抗 一方面 战场形势已逐渐清晰 即使继续对乌提供军援 可能也很难挽回颓势 俄罗斯已明确表示将增加军费 不提悬殊的军事实力差距 全面战争爆发的后果也无人能承担 更何况北约内部声音并不统一 亲自下场除了导致局势更恶化之外 无法带来积极异议 另一方面 北约主导者美国都不再明确对俄乌局势表态 缘乌热情更是消耗殆尽 甚至拜登被指责对乌策略失误 因此 美国可能不会直接与俄对抗 北约其他成员国 亲自下场的可能性则更低 除了战场失利外 西方对俄的经济制裁计划也宣告破产 11月29日 俄央行行长埃尔维拉获得美国政治报 年度头条破坏者称号 在其执掌俄央行期间内 利用货币政策多次拯救卢布 维持国家经济平稳运行 保证了银行体系的绝对健康 使俄经济增长2.8% 避免了西方经济制裁带来的不良后果 随着经济制裁计划失败 美国将深受影响 其一 美元的主导地位不再稳固 美国对俄罗斯经济制裁 使部分国家拒绝使用美元支付 转用其他货币交易 这就削弱了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 其二 为应对西方制裁 俄罗斯实行卢布结算令 需要能源供应的欧洲国家逐渐妥协 这可能会使美国对欧洲经济的控制减弱 其三 美国为制裁俄罗斯 大肆没收俄再美企业资产 这不仅会影响世界资金链 还会使其他国家减少美元储备 导致去美元化进程加速 美霸权系统可能存在崩溃的风险 世界的发展存在竞争 但更重要的还是合作 对抗也不会成为大国底色 携手共进才能走得更远 美国已经习惯霸权主义 区域内挑起争端 经贸上大搞制裁 以巩固自身地位 而这是行不通的 因为对他国围追堵截 不会使自己变得强大 只会使局势变坏 当今局势 只有加强交流合作 共谋发展才能走得更远 正如三国志所说 能用重力则无敌于天下矣 能用重志则无畏于圣人矣